口罩国家队被踢爆这样的争议之后 加利科技负责人点名 另外还有两家口罩国家队的大厂 康匠跟静新 指控这两家业者 他们都没有缴交政府六月份规定的征收量 但是因为他们跟高层的关系很好 所以反到最后变成 要由他们加利公司来补足口罩数量 所以最后他才会选择进口中国工业用的口罩 而面对这样的指控 康匠跟静新则是出面表示 他们口罩出货 机关署跟经纪部都有记录 并没有持交或是聚交的问题 他们不交我们必须要补这两家 那一家叫高雄静新 一家叫英哥的康匠 这两家六月份他是不交货的 被爆用中国制口罩 充当MIT实名制口罩 加利科技老板出面喊冤 直接点名两家口罩国家队大厂 康匠和静新科技 没有缴交六月份的征收量 而且政府还依私放水不追究 不足的分量只好由加利来填补 日夜赶工工厂员工吃不消 才会选择进口中国口罩 来到康匠位于桃园的工厂 货车载运一箱箱口罩 送货员表示每天都有正常出货 被加利点名 静新科技也出面表示 有如其缴交政府的征收量 我们每周都要提出下个礼拜要交的数量 所以那个数量其实出去都是透明的 他用进口的那些就是商业考量 口罩国家队爆出争议 遭反扬的厂商出面喊冤 背后的纠葛内勤 主管机关还要调查厘清 记者桃园高雄综合报道